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前一天才飛離愛丁堡為母親守靈 周三又要馬不停蹄 飛往北愛首府貝爾法斯特 一刻也不得嫌 查爾斯新王上任 儘管疲倦仍展現親民 與民眾握手之意 但在蘇格蘭仍有部分民眾 反對君主制 人群中隱約聽了劍虛聲 現場還有人拿起成立共和國的標語 周日在牛津更有人示威高呼 誰選了查爾斯 被以違反公共秩序被逮 不過隨後獲釋 被逮的民眾痛批 重回16世紀 但除了零星的事件 查爾斯畢竟準備了70年 登機後民調反而上升 查爾斯儘管人氣不如母親 但專家認為作為新世代的國王 沒必要過分偽裝自己 認為查爾斯不用刻意將自己包裝成迪士尼世界中處處完美的國王 保留部分個人的幽默特質或許還有加分的效果 TV新聞綜合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